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我們今次繼續講到認識人深層的問題 包括我們自己和別人 讓我們能夠反思 其實這件事 反思我們深層的問題是一個長期的處理生命 因為我們無論多成熟都好 有時都會彈出一些不開心、煩惱 被人影響、激氣勞嘈 這些都是有深層的影響 很多時候人們會擔心 我的學業前途如何 有沒有人和我結婚 有沒有人愛我 我健康,一生如何 或者人的影響,很多方面 上次我們也講到這個經文 就是耶穌不將自己交託他們 因為祂知道萬人 亦都用不著誰見證人 因為祂知道人心裡所存 就是人心裡所存 都是各樣的罪、各樣的污衛、各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人的問題 不要那麼緊張 很多時候有些人會說 哎呀,為何祂會這樣 祂信耶穌為何會這樣 為何祂會做一些這樣的事 為何會跟我說一些這樣的說話 就覺得不能相信 但是當我們知道人的罪的時候 看到大衛這麼愛神 就是神所喜悅的王 耶穌是祂的後裔 就是在肉身來說 但是祂也會犯奸人和殺人 就是說人當他的罪性發作的時候 可以很嚴重 所以我們不要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我們自己人人都有問題 不過我們是可以靠著耶穌 靠著耶穌得性 那些問題就可以減少 以及最重要是一留意到問題 立即處理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會有一天是完全沒有罪性情的 即是有時就算我們敬拜完 讚美完 很開心 忽然間有個人跟我們說句話 令到我們不開心 或者忽然間踩正地雷 踩正地雷 為何地雷呢 譬如有一個人 最怕人 假設 最怕人說他胖的 他說 喂,你最近好像 胖了一點 哇,他一聽到立即爆炸 哇,我已經減了很多胖 你看不到嗎? 我已經不是胖了 你還說我胖嗎? 這樣踩正地雷 他甚麼都忘記了 謝先生敬拜 那些喜樂 甚麼都忘記了 所以我們有時就留意一下自己 自己有些很敏感的地方 或者有時人說一些說話 剛剛說正我們做到不好的地方 我們又很反彈 這個都是人心裡所存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高估人 那種生命的質素 但是我們就說在神裡面 我們可以提升 這一點分開 我們本身有問題 不過神是不斷提升我們 我們可以越來越脫離罪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可以越來越脫離罪 而且越來越快得性 這一點很重要 越來越快得性 好了,我們上次說過人的罪性 我們今次會說信念和價值觀 然後會說自卑感、自誇、好性 被人傷害、潛意識、情緒、習慣和忍 我們今次不會全都說 上次說了人的罪性 今次繼續說到信念和價值觀 很多人相信很多謊 但是他不知道是謊 問題就是他不知道是謊 他就覺得人罵我當然是罵他 人罵我當然是激氣 當然是怒吵 當然是發脾氣 怎麼會開心 他說是對的 怎麼會開心 這件事是真的 人家罵完當然不會開心 不過問題是否繼續發脾氣 以及繼續罵他 這一點就很重要 我們一定有反應的 因為我們人總有感情的 所以人家罵我們 我們一定有不舒服的感覺 一定有的 問題就是 我們是接著容不容許這個憤怒 繼續影響我們 譬如發脾氣、罵人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 在那個情況就說 我離婚了 我和你脫離關係了 這個就是他之後的反應 所以我們是會有反應 不過問題就是我們怎麼處理 但是很多人是信這一種謊話的 並且他覺得是很對的 所以有些人我們很難勸他 很難勸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信我做的是對 我發脾氣是對的 譬如好像若拿 他講一句說話 在若拿書裡講到 我發脾以至於死也合乎你 就是我發脾到死也對的 因為那些人這麼不好 我當然會發脾氣 但是我們知道 在神裡面我們有發脾 但是我們即時會處理的 人做錯事我一定要罵他 問題是否罵一定是有幫助 有時有些人就覺得是要罵的 就是做錯事一定要罵 但是罵人其實是令到他受傷害的 我們發覺耶穌 他是有指責人 但其實發覺指責最重的是 發力錯人 那些不信他的人 門徒其實耶穌是時時給他們允許的 時時給他們很多好的允許 譬如信我的人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還有凡努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子女來就可以得到安息 還有我現在是容易我担只是輕省的 他時時給人安慰 就算他講出人的罪 的時候他就會人的小信 但耶穌接著就說你有信心就有一顆芥菜種都能夠移生 所以耶穌是時時給人盼望和允許的 耶穌不是令到人難受的 所以我們看到人做錯事的時候 罵並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當一個人重覆知道錯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指責他 不過指責可以很溫和的 譬如我們說 你有沒有想過你做的事可以帶來的後果呢 你有沒有發覺你說的說話可以怎樣傷害人呢 我們可以問他 這個說話其實不用要罵 那個人是有良知的 有聖靈的同在 他會知覺的 即是我們說 你有沒有想過你講這句說話有影響人呢 那麼他聽到他就會醒覺的 但如果那個人你告訴他他都在發猛狀呢 其實這樣的人你罵他更加反效果的 所以我們相信希望大家相信就是說 在適當的時候我們需要指責 不過不是需要令到他很反彈 我們的目的是令到他知罪 譬如神處理若拿是很溫和的 你發怒以至於死合乎你嗎 然後跟著說 這個碑麻 又不是你種又不是你叫他生長 他一夜發生 翌日死了 那你又那麼激氣 那來來來未成 那麼多人你又不激氣 那就是為他們要死而到傷心 那神就用了一個方法 神就不是說 你真的完全不配做先知 你那些罪太重了 神不是去將他完全破壞 神又是怎樣呢 神讓他知道 雖然你有那麼多問題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 你看看你自己 神就是一個教導 這波碑麻又不是你種的 為甚麼你那麼緊張 為甚麼 因為曬到你的頭 那你就很辛苦 但是那些人 那麼多人要落地獄 你又不緊張 但是很多人的信念 就是覺得人做錯事 我就要罵他 還有他不合我的心 要針對他 譬如有時我也會跟大家說 開放聖靈的基督徒 就不要說那些不開放那些 就是用一種很藐視的方法 說他們不開放聖靈 他們是傳統的 你用傳統的字眼 不是一個問題 不過不要用一個心態 就說他們一定是差一點的 在乎他們的生命 有些基督徒 他們沒有聖靈充滿 他們都很毀身的 但是當然他有聖靈充滿 是會更加有益處 但是我們不要說 他這樣我就針對他 亦都因為這樣 初期的靈人派 就跟傳統教會對立了 就說他們沒有說謊言 所以你們不去到天堂 聖靈沒有說的 為甚麼他們會這樣說呢 就是和針對 結果又反攻了 就造成了對立的情況 其實是不需要的 我們知道的時候 他不同意不重要的 不同意我們大家可以說出的意見 說出來 OK 我接受你是這樣 我是這樣看法 譬如我們見到一個人 他是不開放四年充滿的 我說我明白 你在現在的情況 你不接受四年充滿的狀況 我只是告訴你 對我來說很有益處 那你自己慢慢考慮 希望有一天你會開放 那你未開放 我都一樣 你是我的弟兄姊妹 那他覺得舒服 而不是要踩到他一隻東西 這就是人信的謊話 不合心意 我就要踩到他 令到他很傷心 其實這是不合乎神的心意 神從來不會令到一個人 有一個真心對神 是有這種傷心的 那些法利塞人 耶穌指責他 但是當尼哥底姆尼找他的時候 耶穌也是很接納他的 他並不是說 好像那些法利塞人 我就完全不給你機會 其實他的罪會 那些法利塞人 經常坐在那裡聽他說的 所以就會指控他 你看看這個人 坦子你叫他起床又卸免他的罪 你是誰有這個權卸免 他們在那裡指控耶穌 但耶穌並沒有反台 又沒有趕他們走 他只是解釋哪有容易 你叫一個人走回 坦子走回 還是說他的罪卸免了 但是讓你知道人只有權免可以卸罪 所以我叫他起床 他就叫他起來行走 所以這個就是 耶穌不是針對人 他是讓人知道他的問題 讓人知道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知道人有問題 我第一讓他知道神的恩典 第一讓人知道神的恩典 譬如我們向人傳呼 不要第一說他的罪 為什麼呢 他都沒有心 我們讓他看到耶穌愛他 關心他 在他的情況 也都說出他的困難 有什麼困難呢 他可能困難就是很大壓力 我知道你受很多傷害 所以你很容易不開心 就不要用一些強烈字眼 就不要說你很容易罵人 打人 他聽到好反應 我們只是說 我知道你有時人傷害過你 所以你很容易受傷害 很容易會有反彈的情況 但是耶穌是很愛你的 祂可以醫治你 讓你平安興省的 你想不想 先用恩典去幫助他 然後當他信主之後 才告訴他 我們怎樣處理 幫他處理的時候 也都不用要踩下他 就不要說 好像你這樣罵人 怎麼可以的 你不傳到福音的 我們自己告訴他 如果有人罵你 你會覺得怎樣呢 是不是如果有人關心你 引導你 你會更加容易接受呢 我們用這樣的方法 引導他 問他 用問題的方法 問他 那你是不是覺得 有耶穌的安慰 耶穌安慰你 你會更加容易處理生命呢 那他聽到的時候 他的心就會舒服一些 這個是智慧 所以聖經也有說的 柔和的舌頭使骨折斷 亦都能夠令到君王 聽信服 即是說 就算君王 我們用柔和的舌頭 都可以折斷骨頭 就說 原來聖經不是叫我們罵人的 聖經有情況是指出人的罪 但是聖經 譬如那些先知書 他指出人的罪 很快又會說一句 你何必死亡呢 你迴轉罷 神是愛你的 用永遠的愛愛你的 我們看到 先知書裡面有指出人的罪 但亦都有很多恩典的說話 好了 另外一個謊話就是 我有怒氣就向人發洩 我發怒 發怒 發怒就向人發洩 發怒就向人發罵 他這麼不好我當然向人發罵 但這是一個謊話 其實 不是一定要罵 我們處理好自己的生命 其實我們幫助人 千萬不要在過程中 發洩自己的怒氣 在過程中 我們首先處理好生命 跟他們說的時候 有柔和的心 先跟他們說 不是用來發洩 譬如有些父母打兒子 打兒子 是聖經也有說的 不是一定是錯的 不過我見過有些父母打兒子 他怎麼打呢 是將他這麼久以來的怒氣 一發洩在他的屁股上面 一路打打到他開花為止 這個就是一個怒氣 甚至有些不是的 直接打他的頭 這個真是傷害性的 他將他的怒氣 可能從他丈夫身上的怒氣 發洩在他身上 其實這個真是很不對 對於這個小朋友是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有怒氣 並不是要發洩 而是處理好 然後引導他改變更加有效的 另一點就是人不和諧 他跟我不和諧 我當然是很悶 當然是很不開心 當然是發怒 人不好 是不是代表我們就 因為他而不開心 因為我生命是寶貴的 我生命寶貴 他不好 不代表我要拿屎上身 我一樣可以靠耶穌起落 我就告訴自己 他對我不好 但是我讚美耶穌 耶穌要歡喜 所以我開心了 我試過以前 都有基督徒 是令到我很不開心的 但是我心裡深信 不用受影響 我一轉身 多謝耶穌 耶穌不是這樣對我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那我又選擇起落 如果我發覺難處理的時候 我走入洗手間 自己讚美神 開聲大聲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哈哈哈哈 那我處理好 我才出來 就不是在那時候去發作 即是說人們信很多謊 可能大家都說 我的家人都信了這些謊 所以我就受傷害了 那要是他們有些未信耶穌 或者他們信耶穌未成長 所以我們就說 我明白他的謊 很重要一點 我們心中還有什麼謊 是我們在信的 是在影響你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怎樣成為一個智慧的人呢 就是我們知覺 我哪個地方還有一些謊 影響著我 還有我也知覺 這個人有什麼謊 影響著他 可能這個人 因為他受人傷害 所以他那種謊 就是人傷害這麼多 所以我傷害人是不重要的 是正常的 那麼他信這些謊 那麼我們越是分辨到這些謊 就是說我們就越能夠 知己知彼 八折八勝 我知道這個人是容易發怒 我不要踩他的地雷 明知道他是容易發怒 我越踩他 就越大家罵過 罵過又沒有益處 又沒有好的見證 所以我知道他這樣的時候 有些事情我都知道他不會改 在這個情況勸他也沒什麼用的 是可能勸他信耶穌 到某個時候可能引導他 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在政治上跟你不同的 你和他鬥過的話也沒什麼用的 就是你越鬥他越跟你針對 那麼你自己分辨 他會不會改呢 他不會改的 那麼說來就是多餘了 那我們就放開心懷了 他怎麼相信不會影響這個世界的 這個一個方法釋放 他怎麼相信是不會改變政治的 他不會改變那些國家 不然那些人不斷地信 是不會改變 一切在神的掌握之中 雖然有些人說 那麼如果神掌握 為什麼這個世界還這麼多敗壞呢 神有祂的時間有祂的方法 我們不知道 但是祂總有祂的時間 聖經講到最後的時候有什麼事呢 就是受的國變為黑暗 將來神一定彰顯罪人的問題 那麼我們就說 我們不受祂的影響 我們不給祂影響 我們就處理我們裡面 所有任何負面的事情 尤其你家裡如果有很多人 是很霸佔 很怒躁 專門喜歡踩人的 的時候 我們就清理我們的垃圾 因為我們可能進了很多垃圾 就覺得人這樣對我 我一定是對他不好的 其實我最近呢 在網上也有一個人 是刻意針對 那麼我處理的時候 其實老祖我已經放下了一些怒氣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根本不值得 因為祂而怒氣 但是我是想幫祂 我是多次勸導祂 不過祂始終不聽 並且做一些很差的行為 這樣的時候我就要處理 但是我處理的時候 我不是用怒氣去處理的 我是用柔和的心去處理 但是我一定要 就是有些地方我應該停止 祂做的 阻止祂做的 我就去做 但是呢 有些事情我阻止不了 我就由得祂了 那麼我就 算數 算數就放手 就是說呢 我知道祂的問題 但是我不會用怒氣來回應祂 我希望大家都是有這個心的 就是人有問題 我們不用怒氣去回應 好了 當我們信這些謊話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呢 右手邊 關係越差 人更加不能夠合作 也都不解決到問題 問題更加嚴重 生命被破壞 我們自己的生命破壞 因為我們個個都可以 被神大大興起的 我們個個都可以的 有些人說 不行 我屬靈生命不夠 我懂得聖經不夠多 我呢 人不夠成熟 我不行的 我想說 當你被耶穌改變 有一天你充滿喜樂 你不用充滿到爆棚的喜樂 你真的開心了 真的平安了 周圍的人就會說 為何你現在好了 你現在開心了 就已經是一個活的見證 那神就喜悅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你跟隔壁說 神會大大使用你的 神在你身邊有奇妙計劃 神在你身邊有奇妙計劃 哈利路亞 還有一個 就是人阻止不了神的計劃 你跟隔壁說 人阻止不了神的計劃 人阻止不了神的計劃 哈利路亞 人阻止不了神的計劃 好多人的信念 譬如凡是那些職業比賽的人 其實他們每一場打贏是很多錢的 即是你可能幾年都賺不到這麼多錢 都未定的 是很多錢 不過當他輸的時候是很大的失望 也都因為這樣的緣故 那些做明星那些是有很多是有憂鬱 不開心 甚至有自殺的情況 因為他失敗 他失敗的時候是很難撐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的價值觀 他的信念就是 我要成功 他的價值觀就是我要成功 我不可以衰被人看的 這句話很多人都有聽過 我不可以衰被人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被人踩低過很多次 所以我一定要聰明給你看 我聰明是為了給你看 這樣的時候 反而是問題的 為什麼呢 我們要提升不是為了給別人看 我們提升是能夠 我們的生命進入神的計劃 能夠祝福多人 不是給別人看 不用說服別人的 其實這個世界是 人當他信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他的信念 他的價值觀 是在這個世界上的穩定 他是會很失望的 針言二十三章五節 你豈要定徵在虛無的錢財上嗎 因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 錢是可以飛走的 當人一失業的時候 當人一有病的時候 當人一知道有什麼問題 家庭有什麼發生的時候 他可以有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了 有些人很依靠這些人來得到安全感 但是我們就是神 幫助我 真是依靠神 我自己有心理準備的 有一天 真是在大災難的時期 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譬如未到要拜壽的時候 錢仍然可以買東西 不過當時沒有了錢 我還記得當時 因為我們有個老師 我讀小學的時候 那個老師是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他就說當時 在那個時候 那些人吃香蕉 即是有人就有錢吃香蕉 當他一扔過蕉皮的時候 立刻有人拿著蕉皮 立刻拿來吃 不過其實是否真的 他會扔了蕉皮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會有什麼事 他又說笑 他說當時有些炸豬 是不是炸肥豬油 豬油渣 豬油渣 他說有一個人就在屋裡出來 就好像他一隻有錢人 找了牙籤在牙上 就好像吃完飯 現在在那裡撈牙 接著他炸豬油渣 他就吃完一塊一塊 其實他就沒有錢吃飯 他就吃來吃炸豬油渣 這個是我老師說的 要聰明給別人看 要給別人看到一個好的樣子 但是其實一切都可以過去 我自己有心理準備 有一天 可能別人吃東西我看著他 普通人就說 哎呀很餓 看著他 哎呀愈望愈餓 但是我的心就說 有神照顧我 就算我餓死不要緊 但是我祈禱 神可以叫我不用餓死 神可以叫我飽足 總之我總是深信神是美善的 這是我時時都深信的 神是真的很美善 即使有一天我要餓死 或者被人打死 即是被迫白死 我都說神的恩典救我用 不要緊的 神與我同在 我時時都經歷到神的同在 我不受人的影響 這就是一個堅定的信念 大家會不會這樣相信呢 其實不是很難的 我們經歷過神這麼多美善 我們就說神你一定祝福 所以我依靠你 就算我有什麼事 就算有一天我有病 就算我躺在這裡 病得很重要 但是我說不重要的 即是我自己去 說服自己 和預備好自己 將來有一天 我面對這些情況 我都是依靠耶穌 不懼怕任何的 任何的貧窮 疾病 亦都很多人 就因為事業 學業 還有有沒有人愛我 還有有沒有人結婚 我認識的有些人 其實很可惜的 我見過一個傳道人 他就因為家人 催逼他 他就結婚了 但是其實在他沒結婚之前 我已經跟他 即是跟他輔導了 我說一定要聆聽 太太的說話 當他結婚之後 我跟他們聊天 他們都 即是那個太太 就說出很多問題 但是那個丈夫就 堅決就說 她一定要順服我 她不能夠 說出她的問題 並且她不喜歡這個輔導 結果後來離婚 離婚的時候 她說一句說話很奇怪 她說我領受到 我離婚是合神心意的 我離婚很平安 我說這件事 神會做一件這樣的事 是違反神的心意的 即是人可以去到一個情況 就是第一 他給這個錯誤的觀念影響 一定要結婚 然後當他堅持的時候 他有一個信念 就是他壞 我就要跟他離婚 這件事 我見到一個非常可惜的傳統人 他是很喜歡祈禱的 所以人喜歡祈禱 不是一定聽耶穌的話 他喜歡祈禱的感受 他喜歡祈禱的經歷 但是他的心裡 可能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求主幫助 求主幫助 到底我們心裡 是不是覺得 有些事情很重要 譬如有些人覺得 家人合一是很重要 這件事是很重要 不過有些情況 我們信耶穌 他不信耶穌 他一路會敵黨我們的 那你就為了不要敵黨他 於是他就放棄他的信仰 或者在信仰上讓步了 這個都是我們 不要將家人放高的神 所以耶穌說 你最大的敵人 是你家裡的人 因為他們會迫白我們 我們就說 我們盡量祝福他 盡量跟他好的關係 但是他不肯相信耶穌的時候 我不用背著這個淡子 我亦都不用 就是好似 不要吹逼他 但是我們引導他 愛他 不需要向他發怒 而是 我們 想他得救 但是我們不要將這個 成為一個淡子 這裏我比較一下 世界的價值觀 和神的價值觀 左手邊就是愛世界 就是體重地上的錢財 神的價值觀就是什麼呢 就是積財在天 我們奉獻的金錢 就是在天上儲存在天上 世上的成功 世上的價值觀是什麼呢 就是世上成功了 是不用拍的了 很多人就追求世上要成功 成功給別人看 但是呢 神的價值觀是什麼呢 我成就神的計劃 我今天幫到這個人 就是神祝福我 神喜悅的 大家會不會有心 我今天為他祈禱 神是歡喜的 我就是侍奉神了 那我們可以這樣欣賞自己 這個欣賞自己不是驕傲 千萬不要搞錯 是驕傲 因為這個是神應成的 一杯涼水 你真是因為耶穌的名 將一杯涼水給人 你就可以告訴自己 不是驕傲 我今天有做這件事 神喜悅的 但不是驕傲 只是說我是應份做的 這是我應份做的 但我可以歡喜 應份做 還有它不是完美的 因為我們有時做的時候 都是有聚污 我們有時有不耐煩 有時會有猛争 或者說的話未必適合 我們都一樣求主赦臉 但是我們做的 真心做的 神會歡喜 那我們就可以 鼓勵自己 甚至稱讚自己 我今天有跟從神 多謝天會 但千萬不要去叫我 不要說 我做了多少 你做得這麼少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神不起的 這樣的時候 另外就是 世紀的價值觀 就是要被人愛和擁戴 覺得很有價值 但我們就說 就算人不歡喜 我不要緊的 耶穌說 恨你以先 他已經恨了我了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被神愛和喜悅 我做神的事 神就喜悅 這個價值觀在心中 我做神的事 就算人不喜悅 也不要緊的 就算家人因為這樣 而敵黨 也不要緊的 第四 就是一定要結婚 或者有些人 我不能結婚 為甚麼呢 他因為想單身 輕輕鬆鬆的 又不用負責家庭 又隨時要換女朋友 隨時都行 那種的心態是不對的 但另外一種 就是神的觀念 就是我接受神的安排 神叫我結婚 我結婚 神叫我單身 我就單身 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 我是打算單身的 我是打算拿著行李箱去宣教 去完一個地方 去另一個地方 我是打算單身 因為我覺得單身也很開心的 我每天祈禱 讚美神是很開心的 但是神有祂的計劃 神為我預備 那我是多次 我是多次的尋求神 那我怎麼祈禱呢 我說如果是神的心意 你就叫我和Shirley一起 如果不是神的心意 求你大力的爛阻 那神是真的多次的 是用各樣的方法去認證 然後我們才是決定結婚的 那就是我將 因為為什麼呢 我的生命是很重要 而我結婚之後 我發覺神的安排 是非常之 非常好的 讓我能夠 現在能夠 有開始到這個 復興宣教士功 能夠在 香港推廣訓練 以及在非洲 以及去不同國家 都是在香港的情況 是會幫到我的 那這個是我一種的 侍奉的方式 是神為我預備的 那當時的過程 其實我是多次的 去審查 其中一個審查是甚麼呢 我就叫Shirley跟我去宣教 就去那些地方 有很多蟑螂 很多蟋蟻 我不說那個地方 那我就好了 那我去那個地方 那他很怕這些動物 那我就會看看他是不是 第一就是 我就問他 我說呢 今年這個時間 我去宣教 你可不可以有時間去 那他後來告訴我 他說我年年到這個時候 因為他是教書的 到暑假就一定 預先約定人去旅行 連年都是的 但是那一年 某個原因 就是他由 開始做工到那一年 除了第二年 因為他第一年用的錢多了 第二年就沒有去旅行 但是之後每一年都去旅行 但是唯獨那一年 他曾經跟朋友說 不如我們去旅行 但是結果就不理了之 就是安排不了 就沒有了下文 又到我問他的時候 他說 我這次有空 這次有空 那我就跟他去 那他就看到在宣教的情況 就是他是接受 和明白到聖靈的工作 那我帶他去看到神的工作 那這個就是我要讓他 就是要了解 他是不是 是神為我預備的太太 這個也是 就是各方面的印證 多次的印證 好了 就是說神要我結婚 我結婚 神要我單身 我就單身 我曾經試過去宣教 有一個單身的呂傳道 我就說神在我們生命計劃 有些人可以是單身 哇 他很大反應 很大反應 為什麼說單身 哇 很生氣 因為他 雖然他是被迫單身 但是他很不喜歡單身 所以他就覺得 神不會叫他單身的 所以他聽到這句話 他有很大反應 那就是他心裡沒有處理好 那時候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他的生命自然會有些折扣 好了 接著就是有些人就覺得 有權有勢 我要聰明給別人看 但是我們是為什麼有神的權兵 但是有神的權兵 不是要來 租賊人不是要來罵人的 有神的權兵 是祝福人 幫助人 亦都相信 人不能夠拿走神的禮物 還有我們有神的權兵 亦都是有權兵去為人祈禱 得醫治 趕邪靈 生命更新 就不是要來租賊人的 世上的價值觀 就是享受世上之物 譬如很多人 他們幾個人聊天聊什麼呢 去哪裡吃什麼 去哪裡旅行 有些什麼吃 我聽到有些人 原來去好遠旅行 就是為了吃那裡的牛肉麵 那些什麼 就是有些特別的食物 但是我聽到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分別呢 我不反對別人享受的 就是享受食物沒有問題 不過有些人似乎 他的享受單是在這方面 就沒有什麼神的享受 但是右手邊就是什麼 享受神的同在 這個我希望大家都學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將來可以幫到別人 你祈禱 用心靈誠實敬拜 啊 Laylouia 你就經歷到喜樂平安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的聚會 他就是帶我們一路讚美神 一路愛神 我就長時間做 那做一做一下 我就發現我回家一叫耶穌 哇 馬上有能力經過 我說什麼這麼好的 現在祈禱馬上有反應 這麼好的 那我就繼續 再叫耶穌 馬上有能力 還有後來我發覺 一想耶穌 一樣有反應過 而後來有喜樂 就隨時享受神的同在 還有為人祈禱 那些人都享受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享受神的同在 其實我們在我們一間 祈禱的時間 我們已經每次有些人就經歷喜樂 這個都是神帶來的 是一個禮物來的 我們就保持了 當我經歷喜樂 我是很竭力保持 我回家一路讚美神 雖然不是大聲笑出來就是 一路笑是不出聲的 回家又一路祈禱 就保持神的喜樂 直到今天 我亦都盡量 全日的時間都起樂 其實呢 因為我多年受很多壓制 我是有時會有一些 什麼呢 恐慌自己走出來的 因為我多年被人壓制 但我就一路處理一路處理 我就告訴自己 我是可以起樂的 我可以平安 我可以興省的 我可以放手的 不要緊要的 那些人的壓制不要緊要的 我一路宣告和一路享受神 哈哈哈哈哈 這樣就走光了 我多謝耶穌 令到我這種受壓迫的感覺 走光了 以前我發惡夢 是發過很多的 最嚴重的時是打穿了一張牆 那時在外國 因為我發夢 我起了一張牆 接著發覺已經站了一張牆 裡面起了一張牆 即是發夢 接著我就用來打 那些牆不是這些牆 那些牆是很軟的 那些不是真的牆 是間開的間板 那一打穿了 結果要賠 那不是賠很多錢而已 那就是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神都可以釋放我 多謝天父 就是享受神的同在 就是那個價值觀改變 以前我是很 在那個深層裡面 那個潛意識裡面 是很覺得 人的鬧 指責 是有一種壓力在裡面 所以有時害怕 會有一種害怕人的指責 在心裡面有懼怕 好像呢 譬如有些人 自己打字 很怕有人站在後面 為甚麼呢 怕你看著我 不知道看我打錯字 做事是很怕人看著的 那這個就是一種 其實是一個潛意識裡面 一種懼怕進入了裡面 那我們就求主幫我們 享受神 可以得到釋放 那還有呢 世界價值觀就是自我中心 我甚麼都要我 其實BB仔出生 就是甚麼都是我 小時候 就是媽媽媽給她吃了 臭著他 抱著他 搖著他 但是這個BB就會長大的 開始大的時候 媽媽說 你不是只顧着自己 你一起帮忙 一起做事 那那个BB就会正常 但有些人他养大BB就不是的 什么都为BB预备了 什么都为子女预备了 甚至读书 买什么 全部跟他买的 连买东西的能力都没有 买什么都要爸爸妈妈跟他一起 你买这种才行 那种不行 你选的不对 你跟我的说话 这样的时候 他就经常都是要人家满足他 自我为中心 就是个个都要做妈妈 我认识你 你都不是好像妈妈那样对我的 你又不对 你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拍拖的时候 我妈妈不是这样对我的 你这样对我的 他就有一种自我中心 总之你要满足我的 但是我们在神里面就是神 我满足神 神是我的一切 我听神话就是最好的 神就祝福我了 这个真的是放手 有些是我们欢喜做的 我们就放手 神因为你的缘故我放手 我不是需要每一样的喜欢做都要放手 但是在适当的时候我们需要放手 比如因为影响我们的侍奉 影响我们的工作 影响我们的同人关系 我们就放手了 另外就是人人服在我之下 人人都要我说你你就要做 而不是说我服在神之下 服在神之下很难的 很多人来说 但是我们深信服在神之下最好的 我听神话最好的 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很想做 但是因为神的缘故我放手 我不介意这些东西 我愿意放下我的时间 我曾经在我经历四年充满的时候 那时候我 就是在那时候的情况下 我就决定不打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太宝贵 我就在那个时间我就不打球 但是我到了一个年龄 我发觉我都要打球 因为如果不是身体会退化 那么我又打球 为了身体的缘故 这个都是我在顺服当时的情况 就是说要听话 但是我都发觉里面有一种不听话的力量 就是说很想打多一点 这个都是我需要自己管理自己 就是说神啊你帮我 管理好我自己 顺服你 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那时候我在外国的时候 我为了保持身体健康 我那时候都是在医院那里做院牧 同时在教会做牧师 我为了保持健康 我是怎么样 我上班的时候 我是跑步 我不是整个程 我是跑去地铁站 然后去到地铁站 这儿不是香港来的 那儿是小人的 我跑去 然后地铁还没到 我就上楼梯 下楼梯 还有在墙那里做掌上压 就是说保持自己健康 都是我时时 总之我珍惜我的生命 我想尽量做好 为了神的缘故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我将神是我的最重要的 我就将我的价值完全放在神的身上 好了 那我们的信念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应许了 然后一章十二十节 神的应许 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 都是事的 所以藉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 因我们得荣耀 神答应了什么呢 神答应他爱我们 他赦免我们 拯救我们 陪伴我们 神一定陪伴 多困难都好 有一天我们要坐牢 神都和我们一起 神供应 求神国度的人 我们先求神的国 神一定和我们一起 供应我们 还有神会提升 我的生命一定会提升的 问题就是 你想不想提升 你想想放手 如果我们想放手的话 神就提升了 这个有多少个人 你想心命提升的 感谢主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有多少个相信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的 不是想 相信 感谢主 因为我们经常教导 都是兴起精兵 感谢主 你们都成为精兵了 因为为什么 你有心给神使用 并且相信 可以给神使用提升的 相信神纪念和赏赐 神欢喜 所以我就可以欢喜了 也都将圣经藏在心中 一生受用不尽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经常都是藏在心中 将神的话语念了 试试每日念一些金句 念了金句有什么好处呢 能够捉紧神的应许 神答应我捉紧的 对神更加有信心了 随时得安慰和力量 耶稣与我同在 祢在我前后还以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是 由还我目者 我必不知缺乏 祂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安揭的水边 祂时时带着我的 陪伴我的 还有我会得着智慧 因为圣经是有给我们 智慧如何处理生命的 还有除去所有的负面思想 就是说 我们留意一下 待会在分组的时候 大家留意一下 你有什么负面思想 影响着你的 有什么是影响着你的生命 找出一些 我们对人 对自己 对环境 有什么错误的信念 而圣经有什么 取代的信念 就是圣经有什么信念 说到我们生命是被提升的 譬如说 诗篇139篇 16到18节那里说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已经写在你的册相 并且是什么 神你向我意念 何等 宝贵旗 数何等 更多是 很多宝贵意念 这个就是我深信 我的生命 已经写在身边拆尝 而当我将身在献上 当作活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察验 神的善良 纯存 可喜悦的旨意 就是将身在献上 不要跟世界 被神更新改变 就能够入到神的计划 这个就是应許 就是我们个个都可以入 不过有些基督徒是不会入 因为他们只顾着自己 只顾着享受 他们很容易被人冒犯 所以他们不能进入神的计划 并且深信神会随时帮助我们 好 时间关系 我们就停下这里 但我们就会看看 那些讨论问题 《临后一章二十节》 《神的应許无论有多少的基督》 都是事的 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普通人有什么信念和价值观 影响他们 我们可以说一下 有什么价值观 是普通人影响他们的 叫他们容易情绪化 或者做一些不理性的行动 或者决定 那我们根据圣经的影响 可以怎么样呢 有什么信念 叫我们管理情绪 和不理性的行动呢 我们可以这样的 在小组里面讨论 有什么普通人会有的信念 也都我们会有的 那这个信念可以怎样改变 譬如说 其中一个很多人有的信念是什么呢 他骂我 我就不开心了 他骂我 我就没有价值了 我就不重要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信念 就是觉得人骂他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很有能力的 那这件事就影响他了 那我们就怎样去 不给他影响了 或者说 有些人来说 孤单是很惨的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结婚呢 他说 等他 即是将来日照顾我嘛 还有第二 有些人跟我说 他说 你快点生孩子吧 我说为什么生孩子呢 以后他可以养你嘛 我说 生孩子或者养你啊 未必养你的 就是可能你 就是这个是神的安排来的 不是说你 就是你结婚 和生孩子为了养你 这个是一个价值观来的 所以有些人他一定要结婚 但是我们就说 其实 在神的手中 结不结婚不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结婚 其实很惨 有时呢 你被他拖累都是很惨的 如果那个不是神为你预备的 或者是在婚姻里面有很多问题 好了 这个是下一个 所以这次大家可以怎么样 就是想一些影响普通人 普通人的人际关系 基督徒发挥生命 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懒惰呢 其中一点 大家都应该去过其他教会 看到一些懒惰的基督徒 这里也有一些的 不过现在未现身 未现身 个个都举手 但实际上行动 是不是真的爱主呢 是不是真的勤力 去侍奉主呢 未必是的 我们怎么去脱离这个懒惰呢 为什么这么多懒惰基督徒呢 我们怎么可以 这个信念是什么呢 他懒惰基督徒的信念是什么呢 而我们怎么可以改变这个信念 有什么圣经的观念去改变 让我们的思想行为改变 就是我们可以想出 有些不同的普通人 或者基督徒 会有的信念影响他们 而我们可以脱离这些信念 OK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起床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多谢赞美你 求主帮助我们 有属神的价值观和信念 让我们的价值建立在神的身上 我们听神话 我们做神所吩咐 是最开心最满足最大祝福的 跟从神是最蒙福的 我们就可以开心快活 我们就可以日常告诉自己 我做神欢喜的事 我亲近神 神就开心 我又可以开心 我遵从神 我祝福人 神又开心 我又可以开心 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相信这些信念 就是说 我们可以因为神而喜乐 我以耶和华为乐 是我们喜乐的来源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 处理我们里面 有任何不好的信念 我们心中 如果有任何负面的信念 任何不好的信念 影响着我们的生命 求主 结淨我们的信念 帮助我们 整个生命被你改造 全人被你改造 全人被提升 整个人进入神的奇妙计划 思想就好像 神你这么美善 这么柔和谦卑 真是活出神的样式 多谢天父 后主更新我们 帮助我们 将这些重担放低 在这一阵 我给大家 少少个蜜土时间 反思一下 我们有些什么信念 是影响着我们的 其实有些人可能觉得 大声甲恶就够威一点 说话要强势的 这都是一些信念 请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是真是指引我们 但是人很多时候 信了世上人的信念 很多人效法这个世界 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这个世界的问题 知道神的美善 我们就效法神 跟从神的界明 神的吩咐 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日享受神 我们整个生命就改变了 求主帮助我们 改变这帮弟兄姊妹 真是有心被神使用 让我们每一个都兴起成为精兵 神就欢喜 神就大大发挥我们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大大的被神使用 被神提升 为神作美好见证 在末后的日子 做美好的证兵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